有人聽沒台語嗎? 我也在電視講台語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用台語講西銀這個壁 我也在練習用台語 所以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用台語彈死戲 因為我之前曾經遇過比較年長的長輩 那我覺得並不是我無法說服他 而是我的台語太爛了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跟他勾勾 這是一個題外話 我叫林欣宜 然後我是Face聯盟執行長 我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 蛤? 我沒有把我扣除了 好 那個兩年前的今天 許志強案庚九審宣判無罪 那是2016年最高法院確定之後 所以許志強案就完全無罪 所以那大家知道昨天是什麼日子嗎? 昨天也是 昨天的日子8月31號是 那個2012年的時候 蘇建和案 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區 他們也是確定無罪 無罪判決 好 因為最近我覺得臉書有一個很好的功能 他就會跳出說過去的這一天 所以就一直提醒我們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否則我自己也沒有記得 但是當然就是昨天到今天 就是出現了很多這種好的消息 所以讓我覺得就是好像今天來這邊 有這一場的演講 就是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有意義的 那我小心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會有這本書的出版 就是沃浮他所出版的一本書叫Fix 為什麼會有這本書 那我記得大概兩年 事實上如果大家有關心鄭幸澤案的話 會知道說鄭幸澤之前有出過一本書 是張娟芬導演他寫的十三疑KTV殺人事件 那那個時候我們從Fix聯盟我們從一開始發現 鄭幸澤這個案子的有問題 到後來我們找律師 到後來我們請就是跟約玉秉白協會 那時候他們要成立 我們跟他們談這個案子 然後到後來漸漸漸漸漸 有很多社團加入 有很多人開始注意到鄭幸澤的案子 然後那時候又有一個導演 願意幫我們拍個十分鐘左右的短片 如果大家去查的話 就是我無罪我是鄭幸澤 那個短片我覺得也不好看 是因為他用動畫的方式 把判決裡面的荒謬都呈現出來了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一直在想說鄭幸澤案到底要怎麼辦 到底下一步該怎麼辦 因為已經開始漸漸有人注意這個案件 然後也可是我們想要讓更多人 知道 然後他也終於在去年的時候 開啟再生 但是在我們想要寫這本書的時候 事實上是還沒有開啟再生的可能性 看不到那個希望 所以那時候我們又再一次去找那個 魏晨的主編莊瑞琳 我們就想要去跟他談談看就是說 除了史丹伊佩蒂與殺人事件 一本那麼精彩的書 我覺得捐份有很好的能力 把很複雜的司法議題 然後都可以做一些整理 然後整理成一個一般人可以看得懂的法律書籍 例如他過去他曾經寫過一本書叫五彩青春 那這幾本書實上都是如果你想要認識台灣的司法現狀 一個很好的入門 因為他把很複雜的法律上 在司法程序上面在法律上面的一些工法 他整理成非常清楚的一本書 那那時候我們就想了半天 我們就覺得說魏晨出版社他們在近年來 真的就是出版了很多台灣很棒的書籍 那我們也想要跟不同的人盡量看看 所以我就約了跟小瑞見面 那他聽了我們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會很希望說 可不可以有一個人在寫什麼樣的書 然後可以讓更多人看見的這個想法的時候 他都會覺得說 全民寫的那本書已經是最清楚的一本書了 所以如果說要再往下走的話 那必須要想另外的方法 那我們跟小瑞談完之後 後來他就告訴我們說 他幫我們想到了一個方法 他就說他認識他們現在有個 事實上那一天他就跟我們講 他說他有一位作者 那他們在合作出版的書籍 正在出版的書籍 然後他覺得可以從推理小說的角度 來看這個問題 因為推理小說 事實上也就是談邏輯的問題嘛 那你就要談說 到底就是這個錯誤怎麼發生的 到底人怎麼理解這件事情 事實上跟審判是很相關的 那時候我聽小瑞講完 我就覺得說 我覺得法官跟假官應該看看這樣的書 就是我覺得他的邏輯實在是有點問題 那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好 很有意思的淺入點 但是我必須要說就是 我就是做廢除此行 所以我看的書就是 張鵑芬啊這種不才青 就是十三一推領一 我真的不知道沃輔是誰 那時候想跟我說的時候 我還想說 蛤沃輔是誰 趕快去查一下他 然後才知道他是台灣非常非常有名的 推理小說的作者 然後所以我們才開始就是 這個這本書的討論 那當然後來因為正信則案 開啟了再生 然後我覺得導演 不是導演 作者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也覺得說 我們或許可不可以再把其他的 他當時想的事情是包括冤案 也包括死刑的案件 就是這些問題有沒有可能 藉由推理小說的方式 讓可能我們看捐分的書 或是願意看死刑論 純廢這種論戰的書 可能稍微是比較同溫層的人 但是有沒有可能用一種方式 讓更多人願意去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後來這本書最後 他就是由七個故事所組成 但是每個故事都有所本 那如果說厲害的人的話 我相信就是很關心這個案件 或在做司法改革 或是在關心原案 甚至在關心廢出死刑的人 你可能一邊看書 你不要先翻到最後面 你就一邊看 大概我相信每一個人 大概都可以猜得出來 這個故事的原型是什麼 但是我想等一下導演會做 等一下 因為有一個導演在旁邊 因為我上個禮拜 我猜主持完他的分享會 所以你一直 一直 讓我一直搞混 作者 作者 我覺得他會好好地跟我們分享這本書 他創作過程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一些困難 或是一些他一在轉折 一在思考 討論的事情 我就不多說了 那另外一位等一下我們還會邀請的 就是基睿君導演 大家都聽過就是徐自強的練習題 那我覺得在台北要進入第四個禮拜的放映 我真的覺得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我也很開心就是在台中有這樣的機會 讓你們可以看到徐自強的練習題 所以拜託就是哲武這邊一定要辦成 今天已經有很多人說他們要看了 那一定要辦成 那我想這個部分在創作上面 我覺得故意今天的主題就是 當冤錯假案成為創作題材 那很想說及電影的虛實與建構 這件事情我想就留待等一下 讓他們做對話 那事實上我看到這個聽過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事實上真實生活當中 或者是我們的判決書當中 才有更多的虛實跟建構 我覺得如果你們看過判決書的話 你們一定會非常認同地說這句話 好 那最後等一下也還會有一位 就是我會非常開心就是邀請到 那個李宣義律師 那宣義他當然會有很多的案件做辯護 我相信很多人就是 就是看到他從包括剛開始的紅眾秋案 然後一直到很多的公益的案件 然後一直到正姓則案 那這些是大家看得到的公益案件 那當然他也協助協盟就是費死聯盟 辦很多可能我覺得很多人可能不願意 接觸的困難的行事案件 那在正姓則案上面他也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 所以我是剛好在台中 就是我們就只有在台中 當我跟神秘嘉賓問說 你要不要來當神秘嘉賓 以及我可不可以把神秘嘉賓寫在輪宣商店 作為宣傳的效果的時候 他就說在台中的神秘嘉賓大家都會猜是他啊 所以他覺得沒有新鮮感 但是我會覺得在台中 因為在台中 所以我們可以邀請到阿澤 然後我們可以邀請到李軒益律師 我會希望說的確在這本書裡面 我相信看過的人也不是說報告 但看過的人就會知道說裡面 一開始當然是為了正姓則 所以一開始就是以正姓則作為一個開始 那我希望除了這個小說裡面的呈現之外 也請懸疑可能可以談一下就是 那個正姓則案的最近的狀況 剛才已經有人說了就是10月16號的懸判 所以希望今天我們就是談這些主題 好那我就把我們的麥克風交給我們今天的主角 就是薄斧 我們熱備掌聲歡迎他 大家好我是薄斧 我的自我介紹就只有這樣 他在討厭自我介紹 對 剛剛我覺得心裡有點過癒了 我覺得我不能自己說 自己是國內出名的推理小說作家 我大概只能說我是一個寫了幾本書的人 那其實我一開始寫作的時候 並沒有專注在寫推理小說 但是這幾年我比較常用推理的架構去寫故事 因為我越來越發現推理是一個很有趣的 可以以小見大的一個說故事的形式 大家對推理可能會有一些既定的想像 比如說他有一個謎團 可能要有屍體 可能要有密室 或者不再想證明 然後要有神探 或者是要有一個比較笨的助手 更笨的警察 然後我們去把 就是去看那個線索 然後神探把這個線索重新拼湊出來 告訴大家說案子是怎麼發生的 然後讓助手很讚嘆 然後讓警察去攬工 大概這樣 但事實上 其實有很多推理故事 並不是只講這些東西 這當然就是很有趣的東西 很多推理故事 它其實並不是只有在講謎團 然後更重要的一點是 其實寫推理故事 不是只有在照顧謎團 它既然是個小說 它就會去照顧到 比如說人物的情緒 比如說時空的背景 那我一直覺得推理故事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因為裡面常出現 屍體這樣死亡這樣的東西 我們人啊一輩子當中 如果我們不要遇上重大的 什麼事件大戰之類的病故 或是重大的天災 或者是核電廠出來了怎麼了 理論上我們這一輩子裡面 會遇上的非常切身的 會讓我們覺得很激動的死亡是不太多的 每一個死亡對我們來說 就是這些為數不多的死亡 對我們來說都會是很大的衝擊 它會過多或少改變一些我們對世界的看法 改變一些我們對這個死者的看法 推理小說是這樣子 一般來說推理小說的故事 從屍體出現之後才開始神探加入 然後要去搞清楚這個實體跟其他周遭人的狀況 所以其實推理小說就是一個從死亡這個 一般人一輩子不會遇到幾次的事情 去看死者跟其他人之間的關係 從這些關係裡面 他們會去看到這些人的社會地位的問題 他們可能會輻射到階級的問題 可能會輻射到這個社會現今可能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每一個 我覺得很多時候在看人的故事的時候 其實是在看社會的故事 就剛提到的那個魏晨出版 他也去前年出了一本大前年出了一本書叫做年土 那是一個記者吳木齊他在寫苗莉王堡那邊 抗爭土地徵收的故事 年土裡面你會看到裡面的就是那個 關寶的鎮民啊他們在某個時期 他們是非常嚮往要去台北工作的 他們在苗栗嘛 向往去台北工作 去台北做什麼工作 其實也是去做藍領階級的勞工 那你在苗栗做勞工 跟去台北做勞工很不一樣 其實就是不一樣 就是你去大都市很不一樣 女孩子們嚮往去工廠當女工 男生嚮往去大都市當底層的勞工 這個東西跟當時的台灣的社會發展 跟當時台灣的都市的發展 跟我們的經濟起飛等等都是有關係的 所以當我們去看到一個人的故事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看到整個社會 整個階級 甚至廣一點可能會叫整個世界局勢的縮影 會出到這個人身上 那我覺得 推小說會反過來 會反過來有這樣的效果 就是我們雖然在講一個人 或者一些人 一些死者的故事 但是實際上我們是可以把它 扶射出去看整個社會的 所以這幾年我的創作 大部分就 我在2014年發表了 出版了一本書叫做《雖夢大道》 然後那本書的背景講到杜根的問題 但是它的表面上看起來就是一個 主角收通去找一個失蹤的人的故事 就是一個推理故事的開場 然後《雖夢大道》在要出版之前 就那個318就發生了 然後所以隔了兩年出版的 《雖夢大道》的續集叫做《提達夢土通知我》 他就把318的故事寫到裡面去了 所以《提達夢土通知我的故事》 就是開始在323的晚上 324的凌晨 就是警察跟行政院的民眾起衝突的那個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我也在現場 然後 大家都是在現場吧 對其實 那個 那是很湊巧的一個事情 就是 我們那個時候在 就隔著中小東路在 在比較靠立法院這一邊進座 然後我們可以聽得到行政院裡面的人 在講話 聽起來是很和平的 然後對面我們知道 知道水車出來了 然後看到警察出來 但其實也沒什麼 那一個禮拜 我一直在看到這個東西 其實也不覺得怎麼樣 只是我心裡上覺得 沖洗真的不太好 對 但是我們做到大概半夜的時候 就覺得應該還好吧 應該大概就這樣 就是大家成立成果 然後過去 然後可能要上班了 那陣子的生活就是 那陣子的生活就是 早上9點去上班 然後下午 然後晚上7點下班之後 就覺得 我要去現場看一下 然後去現場那邊 晃啊晃晃啊 坐一下 聽斷講 然後到大概半夜 12點左右 就開始回去了 明天要上班 12點會到家 想說 那個加班的東西 還沒有弄完 所以要加班看一下稿子 弄完就大概4、5點 然後就是9點後再去上班 大概就是 大概約大哥 都做這種奇妙的生活 總之那一天到了半夜 就覺得應該沒什麼事了 然後我就回去了 我就回家 回家的時候 就打開電視看機器 我突然發現不對 出事情 就是我剛才站的那個地方 就產生暴動 然後在那個 在那個當下 就 心裡面產生兩個很矛盾的想法 第一個是 我不該走 我應該留在那邊 那我留在那邊 那我留在那邊幹嘛 就被打而已啊 我覺得多一個人被打 好像我也不能幹嘛 就是我也不能跟警察使用相像 我應該就躺在那邊 等著他們把我抬走了 然後把我扁住這樣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想法就是 那我把它寫下來 就是身為一個創作者 如果在座有心想要變成一個創作者的人的話 你們要去想這件事情 所有的創作 不管你要寫 現實的東西也好 你要寫奇幻也好 你要寫 無瑕也可以 寫 寫科幻也可以 寫過曼史也OK 所有的東西其實都會從你的生活裡面 所有的材料都從你現實裡面找 然後從裡面再去做某些變化 你要有這個 對現實有足夠的觀察能力 然後你的小說或你的故事才有辦法 跟讀者溝通 就算你的小說寫得很腐爛 只要你有接對東西的話 你的讀者會感覺得到 好 所以 剛才心理題的說 我在跟曉瑞去年 在合作的東西其實就是 抵達木頭通知我那個書 那 在這幾年當中 有一些機會去跟想要寫推理小說的初學者們 講一些寫作的入門技法 然後我會覺得大家其實還蠻在意 怎麼去塑造那個謎題 因為要寫推理小說嘛 但事實上塑造謎題有點難教 就是推理小說的謎題上有很多種 但是 它裡面並沒有某種速成的技法說 你就是A加B加C 名題就出來了 沒有這種東西 你要幫我自己去想一下 有的時候會在 我會在講會結束的時候 學生會問我說 我想了一個非常華麗的軌跡 但是最後我無法自圓其說 我的想法就是 那你就是沒想完嘛 就是 你怎麼可以問我說 我要怎麼幫你自圓其說 我放不到啊 這個軌跡是你想嘛 就是在等下魔術師 我想了一個很炫的舞台魔術 但是我都要走電台 這個沒有是一樣 這是讀者的心態 不是創作者的心態 要去 要把自己放到一個不同的位置 去亂想這個事情 大家很注重謎題 但是 有的時候 提出來的寫作大告或者計畫 你會發現 因為太注重那個謎題了 所以 比如說 角色的情緒可能不對 或者是你對角色的設定不對 他理論上不該去做那個事情了 但是他卻去做那個事情 所以肚子讀起來會很卡 你就會知道說 就是一個讀者他讀到一半的時候 他會知道說 這個事情其實不會發生 他會發生是作者故意讓他發生的 一般我們在讀故事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其實都不是作者 我們看到的是角色在演故事 所以我們剛剛看電影一樣 我們看不到導演 導演影在後面 一切其實都他弄出來 但是事實上導演影在後面 我們看到的是演員們 變成那個角色去把故事演出來 我們看到的是那個經過 而不是有一個操作者在後面 把一切弄出來你們看 小說其實也是這樣子的 應該大部分的故事都是這樣子的 當 樂聽者 不管是讀者也好 觀眾也好 意識到說 這個事情其實根本就不會這樣發生 就是 作者威能 因把手插進來說 這個是要這樣做 的時候他就會出戲 出戲了 這個故事就不吸引他了 他就知道這是你在硬掰的 這不可能會這樣做 這個東西就很不好 但是 太在意謎題 有的時候 會有的時候 會發生這種事情 就是 我沒有去把其他東西照顧好 所以我一直很想跟這些 不是 我一直在跟這些 學生們說 就是 寫小說的時候 你要注意的其實不只是謎團 你要去注意到你的場景的設計 你的情節的設計 會去想這個年代會發生什麼事情 想這些 你設定出來的角色 會不會去做這些事情 聽起來好像很麻煩 但實際上寫小說 反而又不是這個 簡單的事情 好 第二個事情是 我開始發現 我有一些 來聽課的學生們 他們是贊成死刑的 我覺得贊不贊成死刑 是很值得討論的事 但是他們的贊成死刑是一個比較素樸的正義感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很能理解 因為在推理小說裡面 來的人大部分是很喜歡讀推理小說的人 在推理小說裡面 是非對錯是很清楚的 當神探把壞人抓出來的時候 他的確是要為這個罪負責任 所以去懲罰他 多大懲罰先不講 去懲罰他是很理所當然的 這是理論都不會錯 如果一個推理小的作家寫了一個 寫了一個案子 然後最後講了一個兇手 然後讀者都覺得這個兇手一定是不對的 那這個案子 這個故事已經寫了有問題 這個作家一定是有問題 所以照理說好的推理小說 大部分是不會讓讀者留下這樣的懲念 我們會覺得兇手就是兇手 好 所以這些人的 這些同學的素樸的正義感 我很可以理解 但是這樣子其實我會覺得有一點 可惜 就是寫推理小說 喜歡讀推理小說的人 正如志先生說 推理小說 新盛的社會 理論上是法治水準 到了一個程度以上的社會 所以大家會希望說 我們可以很準確的 很明確的抓到 該抓的人 不要有抓錯的 所以他有神探出來 神探是一個彌補 司法 就減掉這個 可能不足的人 我們會希望 內心裡面會希望 真正的 罪犯被抓到 真正的正義得到身上 那推理小說裡面會告訴大家說 先前你認為這個事情不可能發生 是你們 是大家看這些線索 看這些順序 看這些線索的順序可能不太對 所以當我們有足夠的線索 我們有一個對的思考脈絡去看它的時候 大家覺得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它就會發生了 它就會很合理的發生 所以我覺得有志於寫這樣的小說 讓我很喜歡看這類小說的人 他們如果只在意說 我要讓很簡單的正義得到身上的話 這樣子有點可惜 我希望他們多想一些 所以我的想像中是 我以後應該可以寫一些故事 去讓大家去關注 不管是死刑也好 還是冤案也好 尤其是冤案 如果是一個贊成死刑的人 他理論上會更痛恨 更痛恨冤案 因為冤案就是表示說 你贊成的這個刑法可能會殺錯人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漏洞 就是冤罪論的 那個日本律師森妍就曾經說 他是一個贊成死刑的人 然後他不要討厭冤案 他曾經說我贊成死刑 是因為我已經做好準備 我有一天可能會被冤案 因為冤案的這件事情被幹掉 他說 你必須要有這樣子的自覺 你才有資格說我要贊成死刑 我一直覺得我可以 有一天或許可以寫一些故事 去跟他們談這個東西 所以在瑞里 小瑞在跟我說 費死跟平淵這邊想要跟我談一下說 能不能幫曾經者寫什麼的時候 我的第一個反應其實跟 小瑞跟心裡都是一樣的 就是 張俊芬的那個書寫得很完整 如果 因為我是一個白天是一個上班長 我會想說 我可能沒有辦法有那麼多的時間 再去判數一次那些資料 那麼多年的卷宗 然後可能也沒有辦法去 東西就放 我就去比如說去訪問 黨史人 或是訪問其他的相關人士 這有點困難 那 以能拿到的資料來說 我認為張俊芬那本書 已經把該做的事都做得非常非常周到 就是他從正面講 從 反面講 他幫大家把 可能提出來的遺文 大家都講過一遍 然後 全部都提出了 非常有力的證據跟答案這樣子 所以我跟 其實我對小瑞 我跟小瑞講的第一個反應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還能幹嘛 然後 但是過了幾天我想了一下 我跟小瑞說 說不定我可以做一些別的事 就是 我是一個寫小說的人 那我好像可以用小說的方式去講一下這個東西 但是我想的也不是說我就把 真希澤的案子改編成小說 我也不是想這個東西 我想的東西可能更怪一點 我會希望說 我去看徐志強練習集的時候 會後跟小季導演聊了一下 就是我們一直在講說 我們怎麼樣把這些東西 擴散到同溫層外面去 今天來的可能很多都在我們開測 我們同溫層裡面 就是怎麼樣往外擴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那 張俊芬因為先前寫了五彩青春 後來寫了殺戮的艱難 然後 再寫了十單一KTV 這些東西會 他的身上會帶來一個標記 就是他是一個 站在Face這邊的人 所以我認為 會有一些對最新的案件可能存疑的人 但是他可能因為張俊芬的個人色彩 所以他選擇不去看十三年KTV 殺戮時間這本書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應該就要從完全不一樣的角度切進去 我要告訴他我對表面上看起來 對Face沒有什麼意見 對原來沒有什麼意見 我就是一個寫推理小說的人 你們就來看推理小說吧 推理小說是很有趣的 我要告訴你們 我要告訴你們 有人把推理小說寫出來之後 被人揪出錯誤 然後這個揪出錯誤的人跟他討論了之後 他發現這個我真的寫錯了 那有趣的東西是 他原來寫的那些線索裡面 其實就有指出正確方向的可能 所以他會在這個不知名的 不寢自來的討厭的批評者 跟他討論的情況之下 把原來該有的那個路 再理出來 然後會把小說導到正確的方向 我要講這樣的東西 這樣的東西就表示 他會有一個看起來寫錯的推理小說 然後會有一個重新去整理思緒的這個部分 然後再來我希望 我如果寫了一連串這樣的故事 因為這個討厭的人 就是一開始不知道他是誰 我希望可以在最後一個故事裡面 告訴大家說 這個人其實怎麼出來 他為什麼有辦法在很多作品 還沒有發表的時候 還沒有人看過的時候 他就已經看過那些作品 那這樣子這個故事 兜起來也會是一個 有點推理味道的一本書 這樣他會有點訊味 那一天其實跟平原的羅士祥 然後跟欣妮 然後跟小瑞聊了一下之後 我大概就想到了這些 這樣的東西 那在回去的路上其實 我就跟小瑞大概把我的想法講 在之後其實大概一個月左右 我就教了第一篇 就是用真心責案做主題的第一篇 小說叫做敲木頭 那當時其實寫這個東西 剛剛小瑞跟我聊了一下 就是有什麼困難或者是改編 其實先前前幾個禮拜 我在郭祥生老師的網絡節目裡面 郭祥生有問我說 台灣對於時事改編這件事 可能會很敏感 就是你把真實的人 真實的案子 放到這個改編故事裡面去 這些人可能會不太高興 就是當時人們會不太高興 我的處理方式是這樣 第一個 那個案子其實都已經被經過大幅的改動了 雖然剛才欣妮說 會看不出是哪些案子 但事實上重點應該是 我採用都是那些案子裡面的關鍵的證據 大部分是這樣做 所以其實案子的很多地方被我改動過 只是那個證據 就是推理出錯的那個部分 那個被保留下來 那個是我想要利用這些故事講的地方 所以他被保留下來 那再者是 先前欣妮就希望要保持中立 所以假裝中立 所以我在最早的時候 我會希望大家看到這個故事 讀者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這個就是 輕鬆有趣的推理小說 所以我在第一篇寫的時候 我就用一個比較輕鬆的語氣在寫它 它的節奏是比較輕快 它可以讀得非常的快 然後因為每一篇短篇都大概一萬五千字以內就結束了 這個是一個可以閱讀的非常的流暢 然後在你還沒有開始厭反的時候 這個故事就剛好結束的那個 那個樣子的長度 每篇我大概都控制在這個樣子的長度裡面 所以如果大家有看過我先前其他的作品的話 大家會知道這一本小說其實是 我的作品裡面偏比較輕鬆的 這當然是一個反差 就是它的機體其實是蠻沉重的東西 但是它用輕鬆的方式寫 所以寫完第一篇之後我非常的憂慮 就是雖然我是刻意寫成這樣 但是事實上我非常的憂慮 所以我很擔心就是 我並無意對當事的 就是案件當事人 不管是加害者還是被害者還是受冤的人 甚至是當初做出判決的那些法官們 我沒有我無意對他們有任何的不敬 但是我很想看的時候我也不爽 然後第一篇出來之後我就先寄給編輯 然後也寄給欣怡跟思祥看 我問他們說看寫這樣有沒有問題 如果我OK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方向 就是我可以用比較輕鬆的方式去講這個東西 讓還不知道案子的人 不知道這個書到底要講什麼的人 輕鬆簡單的我也會上去分 我再過一點都會見到他 我有一種要面對偶像的 可怕的感覺 他們就可以用一個比較愉快的方式去把它讀完 我覺得 閱讀故事對我來說 它是我帶人處事給我很大的幫助 跟很多看事情的看法 所以就算這個故事不是跟基於那麼嚴肅的東西 我認為它一樣可以讓一些人多想一下 那假設說這些讀者有意願想要再看更深入一點的東西 那他們其實是有資料可以找的 我在科技裡面有提到說都跟基於那些案子 而且要緊的是當大家如果對這個案子是有興趣的 他不該從我的故事裡面去直接看 直接判別說這個案子是對的還是錯的 判決是怎麼樣 他們應該要去找更多的資料 不管是貝斯的網站的資料 還是平均那邊有非常多的網站的資料 還有很多公開的資料可以去找 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重新去判這個案子 到底當初是怎麼被判成這個樣子的 然後 冗長的 漫長的答辯當中是怎麼回事 那為什麼法官們感覺上好像一直都 亡名不靈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 但是故事可以是一個啟發的一個起點 然後大家應該還是要回去看 至少如果對真心者的案子有興趣 應該回去看張冰芬的13E KTP 下案事件 你才會對事件有更全盤的了解這樣子 好 所以這是剛開始的狀況 結果欣怡跟世祥給的回覆都非常的正面 就是我覺得 我不確定他們到底有沒有給當事人看過 呵呵 我覺得他們就非常隨便 非常 嗯 我待會兒回到這邊 好 不然肯定能跟我說寫這樣是可以的 好 那我就心就比較定一點 那後面的幾篇就 如此產出 所以最後就是 大家現在 看到了這本書的 然後 講一下那個東西 你先講我們在一起 好 那 其實我覺得 這個書出版之後 然後 他有點跟我的 原先的 原先的 預料相反 就是 小六推我還是決定說 他要把30年來的社會案件 社會事件 對 放在前面上一個宣傳的文宣 那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文案的時候 我跟他說你要放這個 我們不是說不要放這個東西嗎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還跟心理說 我們都不要 都不要 幫彼此說什麼 就是一開始我們要 敬畏分明 表示我們是完全沒有聯絡了兩個 兩個人 兩個人這樣子 但是 那小瑞跟我說 他是講社會事件 他不是講案件 我覺得這個只是 玩文字遊戲而已 那 往另外一個方面來看 我覺得 以這個書 目前 看到的一些回想來說 我會認為 他或許 把 改編成 從社會事件 改變這個事情 放在比較前面 那或許也不是壞事 就是 不管是欣怡跟施祥幫我 跟當事人做聯絡 或者是 目前的讀者們 對於 這樣做的看法 甚至是老師們 就是我的文壇前輩們 他們對這樣子 做這樣的事情的看法 我認為 去關注更加的關注社會 從你的 作品裡面 去反映到社會的某些事情 去反映到我們自己 對社會的觀察 把我們自己的 一些想法跟理念 透過 故事 去傳達出來 這些事情 感覺上 大家是 可以接受 而且支持的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會更希望 就像我跟我的學生們說 我會更希望 有更多的人 去做這樣的事情 再說一遍 就是不見得大家都要 寫黑衣小說 或者是 寫符合現實的東西 大家還是可以寫 喜歡的愛情 還是可以寫寫寫鬼 傳達什麼 身為一個創作者 想要在 書裡面跟大家說 你看到的這個時間 是怎麼回事 的時候 可以多看一下台灣 目前的狀況 因為我們的創作者 跟我們的出版環境 一直以來 也沒有一直以來 大概是二十幾年來 充斥了大量的 國外的書 翻譯書 這不是不好 就是太多了 國內的創作者們 大部分會朝 比較從文學的方向去發展 他也不太跟大家溝通 就是我每次上課的時候 問大家說 大家看日劇 看美劇 看日本的推理小說 看美國推理小說 我們知道 有個殺人案件發生的時候 日本警察怎麼辦事情 戲劇上 怎麼辦事情 有個案件發生的時候 美國警察怎麼辦事情 那有個案件發生的時候 台灣警察怎麼辦事情 大家就很靜默 如果今天有一個 你有東西丟了 你要去警局 你要跟他填什麼東西 大家就覺得很靜默 大家對警察的認知只有 紅燈右轉的時候 他會把你攔下來 當你也開車出去的時候 他會叫你 朝他 他那亮亮的那一根東西吹起 但是 警察理論上 他的業務 跟我們日常生活 應該是很相關的 就理論上我們應該要 不是很多事要找他 但是 我們應該要明白他們怎麼做 這個東西怎麼辦 為什麼我們不知道 為什麼我們這輩子 沒去過幾次日本 沒去過幾次美國 那麼多 那邊好像很了解 那個就是文化的商品 文化作品的力量 創作的力量 就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人去做這樣的事情 不管是影視的工作者 不管是小時候的工作者 那 我覺得這個越來越多人去做 會 讀者們會慢慢的 發現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整個的 就是對我們社會的關注 會更加提高一些 那 其實接下來 我大部分的作品 都還是會朝這個方向發展 不太敢說全部都是推理的作品 但是 目前 排在進度裡面 其實都還是 那 我也希望從這個角度 可以讓大家多覺得 這個是虛構作品的一些趣味 就是我們 今天在跟小基在車上聊的時候 其實有提到 就是虛構的東西 今天大家在看FIX這個書裡面的 七個作品的時候 它其實跟真實按鍵的某個部分 是有出入的 然後有某些東西是我家要添出 光念訊的 在某一個故事裡面 當事人的性別被我轉 就是做了性轉 那個在故事裡面它是有必要 在我的故事裡面 是有必要這樣做的 但是當大家 這是我寫虛構故事的一些 有趣之處 這跟小基在做紀錄片是不太一樣的 那紀錄片其實 但是我其實跟他聊了之後 我後來回去想一下紀錄片 真的是對我的意義 其實我覺得紀錄片也是某一種 它不是虛構 但是它是某一種版本的真實 就是它是一個導演透過他的眼睛 跟他收集到的資料 跟他的思考 所呈現出來的這種真實 最好的狀況 其實我覺得民主社會的最好的狀況 應該是每個人在不同的媒材當中 看到自己的版本 然後可以進行對話 然後我們可以把對話之後的結論 可以把整個社會制度 人的關係 比較好的方向再推一點點 它的進度會很煩慢 但是那個是民主可貴的地方 它不是某個極權的人說 我們現在就是怎麼做 像杜秋帝那樣子 我們現在就是怎麼做 然後大家就把毒販都殺掉 或是毒販也殺掉 就是像這個樣子 好 那這是我今天先講到這邊 謝謝 謝謝我 首先講的是我看到第一版本 就是第一版本正行者的故事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那就是我的想像 為什麼會這樣說 是因為 因為我不是要冒犯律師 也沒有要一竿子打翻傳人 但是你知道法律人是一種比較嚴謹 你可以說他是嚴謹 或是我覺得他們是一個比較僵化的 怎麼辦 沒有要一竿子打翻傳人 但是那時候我自己在想 我想到思想怎麼樣再想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如果說我們想要的是 接觸新的對象 用新的方式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就不能用舊的思想來做這件事情 那那時候事實上同時 徐志強的練習體也在拍攝 然後也在一再的修改當中 我雖然不講出名字來 但大家可能會猜出是誰 就是對於律師來講 他看紀錄片 他看那時候各式各樣的版本的時候 有一次我記得我們在看完那個版本之後 我們走出去 然後小記跟我跟一個志工 還有跟阿強 我們就在說 我覺得那個律師是想要把小記的紀錄片 當作書狀再寫 所以他一直覺得說 怎麼沒有按照順序 更六、更七、更八、更九 好像中間有一件事情沒有講到 然後法庭上面講了很重要的事情 怎麼好像沒有講到 但那個是你的書狀 那不是紀錄片 所以我那時候看完就是 臥福他的創作之後 我會覺得他就是一個創作 一個新的方式來談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太多的意見 而且本來就不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那所以我會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所以到後來比如說其他的故事 有些故事我會盡量提供他素材 但是對於後來的那個呈現 事實上我是很放心那個小瑞 因為我覺得他是非常細心的一個編輯 所以我會覺得在那種文學上面的 的這種到底應該要怎麼呈現 我覺得他可能比我更專業 這個部分我就不會覺得 我應該要花太多的力去去說什麼 因為這真的就是臥福的創作 對 小瑞會挑一些很細節的毛病 然後會有一個 會有幾篇 其實有兩篇改到 九次吧 就是全部寫完了 然後交給編輯 編輯說那個地方我覺得有點 有點 他有點卡住 他覺得夠不去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寫 跟九十 跟九十 這個我才覺得我這樣可以 對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因為 這個跟哪個創作者的狀況不太一樣 因為創作者很討厭人家改他東西 但是我的狀況比較是 我跟讀者之間 其實 絕大部分的時間 絕大部分是不大可能這樣做下來聊 還有作品 從頭到尾一直這樣講 我跟讀者的接觸其實只有在作品上面而已 絕大部分的情況 今天來了 就算三十個五十個一百個 也就是一百個 作品賣的很爛 比如五百本 還有其他四百個很爛 他們是沒有辦法跟我這樣一對一講 在一對一的時候 其實也不大可能 每個人覺得看到有問題的地方可能不太一樣 也不大可能這樣跟他們好好的解釋 再者如果我需要去解釋他們才看到我的作品 這個作品有點怪 我覺得文學技法可以有一些巧妙東西埋在裡面 有看出來有跟沒看出來 不影響你對故事的理解 應該要這樣子 所以我會盡量希望說編輯是第一個讀者 那希望編輯在讀的時候 他就被我的故事說服 他就明白我要說什麼 如果他中間有東西卡住 那我大概會想辦法 我就回去想辦法說 我在這邊要怎麼講到 他可以懂 我就去改那個故事裡面的東西 那還好因為是短片 所以前後要挪動什麼都比較快 唱片就會比較花時間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今天 比如白天的時候 上班時間寄來一個 他們覺得有問題的部分 紅筆標出來了 然後寫了嚴厲的批評 然後晚上我回家 就回去看一下這個東西 覺得我可以怎麼改 然後換一個版本回去 就寫一個版本回去給他 然後前後來還回 最多的可能改到九個版本幾多 那比較簡單的可能一兩次 那挑一些錯字之後就沒事了 那事實上這個東西就是 我會希望 就是 創作是我的事情 但是 出書是大家的 是一群人一起 其實包括心理 包括思想 他們提供資料的時候 他們其實都幫很大的忙 然後 這是一群人一起工作出來的結果 那希望大家看到的時候 會覺得 應該是看得很順利 那我們說的就很輕微這樣子 我可不可以再問一下 就是已經看過這本書的人 請舉手 在這裡面 OK 我希望剩下沒有舉手的人 現在會覺得非常難過 就是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等一下很想要就是把這本書給看完 那既然我剛才已經冒犯了律師了 我想我現在給律師 一點點機會去做點平反 對 歡迎李宣議員 我歡迎他 大家好 我是李宣議員 然後 我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我今天會來 然後 我後來 我有稍微理解到 就是 我覺得不會被冒犯 應該說 新一代的 好歷從業人員 都在檢視自己 系統的對付錯 所以我們常常會想說 那我們在幹嘛 所以 今天是作假跟 這個導演在 其實我常常都會覺得 我的工作 有點像是 圖書館管理員 原因是因為 作假就是在描述一個故事 那每一本書裡面 就有很多的故事 那我們碰到的每個案件 其實就是 一個人他一生的故事 那我們可能是 擷取其中的 一些片段 然後快速的翻閱 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 我來之前 我自己對我的 工作的一個描述 那我剛剛聽完 這個 這個 霍芙的說話之後 我就覺得說 我有奮鬥的想法 我覺得 嗯 素描我們來出的意義 就是說 以前還沒有 攝影器材 那所以 嗯 需要透過這個 素描成的眼睛 把這個答案下來 那我覺得我們的 司法制度很像是 呃 就導演 呃 這個審判長 法官其實很像是作者 他一直想要把 他看到的 被觀察的對象 描述下來 那某個時候 檢察官跟律師也 有點像是便起 嗯 他把 他把各種可能 去跟大家討論這樣子 不過我想 現在的司法 這個 尤其是法官 他越來越開放 越來越 往後退 反倒是 檢察官跟律師 他必須擔負著 描繪或 素描的工作 越來越多 所以 過去可能很僵化 可是未來 確實有 存在的 自由的可能 那 那這些 能量其實都 必須講 就是來自於 NGO的成員人員 大家的關係 這樣 所以 呃 我其實 越來越多機會 在 年輕的司法官 裡面 看到很多 不同的 可能性 那我想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要把我們的想法 繼續往外推 所以 我想說 戶府應該是一個 我們很重要的一個 投射工具 就是把 把我們的一些想法 散播出去 我想這是一個 很好的病毒 然後 嗯 然後 我都會覺得 其實每一個 受苦的 被告 阿澤 就是 因為其實已經不是 你自己的事了 就是 除了我們大家要記得 你的事也是我的事之外 可能阿澤也要記得 你的事是大家的事 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有點轉變成 他必須回過頭來跟大家講說 欸 你看到我我幫你承受了什麼東西 那 我幫你 我幫大家 看到了某些東西 然後 這些錯誤 烙印在我的生命裡面 那我希望這個社會記得 一樣 阿強 許志強也是這樣 就是他回來 後來告誡我們大家說 我的系統出了什麼錯誤 那所以說 有一點點就是 這是那個 這個 蘇晏和老師 所講的說 他的工作其實 就是他這輩子的工作 其實就是要來 不斷的提醒大家說 權威會訓練什麼問題 獨斷會訓練什麼問題 那我們應該更尊重 這個 司法案件 如何進行這樣子 嗯 我很開心被邀請 來參加 做這個 莫福的 這個 這個 聚會 要讓我有 對於我自己的工作 然後 對這些事情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謝謝 謝謝 謝謝薛姨 我在想 好給他一個熱烈的掌聲 我在想 薛姨如果你回去 有機會再把這個書看完了 我會覺得那個 題目可能會 就是更深刻 那事實上 嗯 我跟之前 我跟薛姨講的 一個計畫 但是計畫會 delay 就是我們很希望 做一個文學營 或文學工作坊 那我們是希望把 實際的故事 個案 然後 透過不同的 導師 就是比如說 有些是 比較傾向推理小說 或小說 有些可能是報道文學 那有些可能是詩 就是 各種不同的文學形式 然後 我們邀請有興趣的人 所以你是用 你 我們當然第一個條件 第一個希望是說 你是對於 就是 社會事件 或是 司法 或者是死刑 或是圓滿有興趣的人 而你有 有想要 藉由你 把這些故事給 傳播出去 但是它有可能 是不同的文學素材 那當然我們沒辦法處理 比如說像紀錄片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是打算就是 操作一個文學營 但是因為我們 今年跟明年的工作計畫 比較多 所以 對我們來講 已經是一個比較大的負擔 所以我們會往後延 但是我覺得 看完了這本書出來之後 尤其是聽了你的分享之後 我會覺得 這件事情是很值得做的 尤其是 我非常同意學營說的話 就是 我覺得 新一代的 法律人 當然 我覺得 不能用年輕或 不年輕 因為我覺得 也有可能 比較資深的法律人 他們有很 年輕的想法 我還是很 很詞窮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大概不是 不是這樣區分 但是我覺得 有人願意用一個 比較開放的態度 去接受 新的觀點 或是新的方法 我覺得都有 在不同的世代裡面 都有的 但是 也許我是看到 更多的年輕世代 是真的 就是 非常非常的棒 好 我講完了 那接下來 我覺得最後一棒 是要 交給紀樂君 因為很多人 想要看 徐自強的紀錄 練習體 好 我們歡迎他 今天其實是 談小說 那我覺得 我想要回應一下 我作為一個讀者的過程 這樣子 我是1979年出生的 那就是在台灣解研之後的這幾年 那成長的背景當中 其實台灣經濟發展正在起飛 可是事實上我很奇怪 我就很想知道 就是我 因為我家人的關係吧 他大概不會去談 大概解研社會發生的這些問題 大概就是 就是賺錢 就是去生活這樣子 可是我總覺得 我好像就是 不太了解我 這塊土地上面發生的事情 所以大概在高中之後 就會很想知道 到底 那個80年代 那個時代 到底 那些人到底在幹嘛 我一直會有 這樣子好奇 那 那 我的成長經驗 我過 我也不是什麼 就是說 家族裡面就是在做社會運動 或者說 就在做文學創作 其實都沒有 就是說 我這方面的資訊是非常的缺乏 那我想要了解台灣 到底這個土地上面發生這個 這個 到底發生了什麼 過去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想法 其實 就一直都在 那這種其實想要了解台灣上面的東西 其實就 一直會影響著我吧 那我會很想去找這些所謂的 社會事件 那不僅是台灣的 其實就國外也是 那 我是一個小時候 我其實是一個很難閱讀文字的人 就是我的文字閱讀能力其實很差 可是我很喜歡畫畫 就是我有 我會 我文字閱讀能力很差 可是我 我對於 就是東西的 看法吧 就是說一個現場 我其實是很容易去描繪它成影像的 就從小的訓練這樣子 所以 大概影像就是一直影響過我的東西 那我後來去 學影像的時候 我發現我很喜歡讀那種 又有紀錄片又有劇情片 就是 例如說 你們知道有叫自由大道嗎 在講那個Milk的事情 他其實有一個紀錄片 然後他後來是 那些漫演作的一個劇情片 這種 我非常喜歡 剛剛現在想去比對 到底那個 時代跟他做出來的落差到底是什麼 然後像那個英國 有一個叫Vloody Sunday 在講1970年代那邊 有左右的一個 按拉來控軍的一些問題 那部片子也有故紀錄片 而且你過去看 哇靠那個描述的場景之下 就是他們很還原那個現場的那個狀況 這樣子 然後 那你慢慢去看這些影像 就會發現 美國的60年代 68之後 他們有很多紀錄業 不管在音樂的 不管在社會上面的 這些運動程 這個 或者有各種 他其實有很多 不管是文學的紀錄也好 影像的紀錄也好 然後慢慢的到80年代 影像工業在慢慢開始發達的時候 他們會把它們改變成另外一個東西 或改變成一個劇 那事實上 對我來說 都不是原本那個社會 一開始 我說就作為讀者這個身份 其實 滿早期都是因為是劇情片 是一個 某種程度上面被改變過的一個東西 那個在影響我 然後我想要去了解更裡面的東西 所以其實就有點像 這次這個整個WARF 這個FIX的這個思路 其實我就是被這樣子的東西 一直在影響 對 我可能會先被一個改變的東西 呃 產生興趣 然後又想去知道 那個東西到底跟那個真實的 差別到底 對 然後那個時代到底 不管在美國 在台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這一種 這種被影響的過程 其實 也促成了自己 其實後來慢慢走向 呃 我比較沒有走向 其實就是做虛構創作 就是說我 我會走向就是說 走這種 呃 非虛構的這個類型 是因為我真的覺得 台 你比較下來之後 你會發現 就是 為什麼人家美國 就可以把 很多紀錄片都改編成劇情片 然後豐富的史料 他們有那個產業 可以 你反觀回來 去看台灣80年代之後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現 那些過考 怎麼領下的東西 之少的人 就非常少 你很 很 很少看到就是 呃 就是 你看到美國 這麼多類型的改變 的體材這樣 那所以 自己會在 就是說 會選擇 就是說想要了解更多 呃 現實的東西 所以才慢慢再去 從一個讀者 再想說 那可不可以去了解更多 那 那不小心的 走上了一個 那個 排紀錄片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一個狀況這樣 好 那 那講回來到 就是說 成為 好像一個作者之類的吧 就是 呃 莫福的後繼裡面 其實有寫到一個東西 是我一直覺得 我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 幹嗎他在講我嗎 就是 不是不是 這沒有爆雷 沒有爆雷 他就在講說 他在寫完這個書的後繼裡面 寫到一件事情 他覺得 冤案喔 每一個冤案 很像是 一個 寫壞了的小說 是這樣講的 是嗎 對 然後 當講到這個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 幹嗎呢 就是在講我吧 就是 我發現我拍 我雖然不是寫作的人 可是我在編紀錄片的時候 發現 那邊的 就是都是 都是編不起來這樣子 那你們知道這個小說裡面 就是有 有一個人物叫阿鬼 你們知道嗎 因為文學上面有寫 所以我不應該算得到 就是 有一個叫做阿鬼的人 然後專門在 指責這些寫壞的小說的人 的問題 他就是 大概有這樣的東西 我先講一下 我覺得我這五年 做徐志強的一個過程 齁 其實真的就真的很像 那個是寫壞的一個小說 然後有一堆人在幫忙 我Fix 這一程度 我這五年來來的過程 大概真的就是這樣 因為我是一個非法律 我連更省跟再省是什麼 我都會被律師糾正 你這個用說過 這樣子 這也是一個Fix 就是我根本不知道那個東西 到底是什麼 好然後 然後準備程序庭 有看過影片的 我有講過 在影片裡面有講到 準備程序庭跟審理庭 我之前也不知道 這到底是要幹嘛的 然後 為什麼準備程序庭 只有一個法官 為什麼審理庭的時候 他三個法官 我也不知道那個到底 為什麼會這樣 我是真的完全不知道 是這段過程當中 一堆法律的Fix 然後 我曾慢慢去理解 原來這個法律過程 是這個樣子 那不只是法律人在Fix我 就是說 呃 我的老師是蔡總統 也是這部片的製片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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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介於法律人跟媒體 的過程當中 所以他也幫我在做 Fix 就是怎麼樣去銜接到 因為法律的東西 真的太簡易 那怎麼樣去銜接到 讓一般人可以看到 他已經有做過 打狗殺人機器 是系列三級 所以他們一直在 他已經就思考過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討論這個東西 那最後你知道嗎 我們最後還遇到了一位 廖慶松老師 是那個侯孝賢 背景城市 整個台灣的 其實我們稱呼他為叫做 台灣電影的寶墓 他真的是台灣電影的寶墓 呵護著很多 這個台灣電影這樣子 起來的 我們遇到廖慶松老師 最後在剪接上面給我們很多的幫忙 甚至於在人生上面給我們很多情報 真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說我這個片子 就像他這個整個小說的過程 是被好多人一步一步這樣 Fix起來到這個階段 所以我完全能夠感受到這個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其實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會呼應到就是說 在我們的影片當中 就是後面ending的部分 有一個徐志強在修書櫃的東西 好 那那個時候我跟廖長在剪接的時候 廖長其實一開始就覺得說 其實他也是把我罵得半死啦 就是說 我怎麼前面劇情 弄那麼爛這樣子 然後他就把我刪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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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刀 我們看到了之後 我們在看第二遍的時候 看到那個Andy 其實想在修書櫃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我覺得這個畫面很有意思 然後我就說老師到底是 你看到了什麼 他說你不覺得這個畫面就代表著 我們的施法慢慢在修復 我們那時候聽到其實是非常感動 為什麼 你知道我們這種學影像的人 我其實真的就是 你說根神在神那個弄不清楚 被你罵一罵就算了 我們比較在意的事情是 我們會喜歡就是把影片裡面放一些影域 蒙太奇 就是這樣放下來有一個 其他意義它已經不再是本來的意義了 玩影像的人就要玩這個 那你跟法律人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法律人就有那個人講 根神跟在神說話 然後那個跟六神 大概是這個什麼樣子 跟七神 你為什麼沒有放進去 那就是 我知道 我知道我要放那個東西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一些別的嗎 等了很久 討論了一年了 還是沒有等到這些東西 然後 跟調師長在討論的時候 他後面就說 看到這個 喔 我是很感動的 因為就是覺得 我放到那邊的東西 有被人家看到 所以 是很感動的一件事情 那我說 這個都是一連串被fix的過程 讓我們其實有那個能量去走下去 那我覺得這個剛好跟這個書 就很奇怪了 我們也沒有討論過 他們就 書名就 取叫做fix這樣子 然後你也看到作者 其實在fix這邊有很多意義 他可以自己再講 他有很多種意義 其實我們都有達到 對 就是剛剛好 所以今天也是剛剛 可能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兩個 就來到這個地方 那 我看完 我先講一下 就是我看這個書的時候 我真的看完第一篇 我就覺得 真的是 怎麼講 應該是被 被鬆掉 就是應該怎麼講 就是 拍紀錄片 我先講一下拍紀錄片的困難 我們拍紀錄片的這個困難 我們拍紀錄片 我剛剛講說不是他 他是說 越南就像那個 寫壞的小說家 所以 他裡面 有好多那個小說家 有文學大師 有那個 等一下 看一下 不行 我有做筆記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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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文學大師 有隱私寫手 有警察的兒子 有那個男女朋友 女生 其實就是好像就把 男生就好像就厲害 然後有那個 文學獎的那個 那個 就是 得了很多獎的人 眼睛小說家 他把 我在紀錄片裡面 最難描寫的人 全部都把他立體化 成為一個文學作者 這個我 我在看完他第一篇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幹嘛 媽的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做 就是我在紀錄片裡面 完全做不到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 許之強這個案子 我們是很容易 生死的案件 我們是很容易得到 辯方律師 或者說施改會 救援團體 這方面的資料 因為他們在救援他 所以其實辯方律師這邊的資料 是很容易得得到 可是如果你在案件審理中 你最想知道的事情 是為什麼這個案子 會這樣 對不對 每個人看完影片後 講說 為什麼會有70個法官 判許之強有罪 還判許之強有罪 你想問 我也想問 可是我問不到 因為案件在審理中 其實我根本沒有辦法去問出這個事情 另外檢察官這邊 如果你就問許之強檢察官 就跟九成 一屆檢察官 你大概會知道 因為他經歷了台灣 這個刑事訴訟法改變的一段時程 2003年其實刑事訴訟法 有一些改變 那台灣的 因為有律師在這邊 我不怕 我講錯一般會有人fix 所以 沒有問題 就是 他有一些改變 所以我們台灣 從以前比較叫做直選主義 就是 法官是比較像是一個 包欽片 他想要幹嘛就可以幹嘛 然後找斬召來就是 想辦法 要把案件 追出真相 然後最後就是要口頭炸 把人家來炸掉 就是要找到那個真相 以前好像比較像這樣 那後來其實發現 真相很難找 而且 找很久 可能找不到 會產生出許之強 那怎麼辦呢 那 我的結構力又進來了 那所以 慢慢的我們改變 變得要改良事 當事人進行主義 就是 法官比較客觀聽手 你就看便方律師跟檢方律師 他們談出來的故事 誰比較接近真實 那法官再去做裁判 就有點演化啦 要不然 我以前 我以前看那個 我說 我跟他講 我們都知道 那個王牌大律師 日本的法庭長什麼樣子 我們都知道 美國的法庭長什麼樣子 然後檢察官 就跟那個律師 在那邊弄麻 弄來弄去這樣子 台灣完全不是這樣 我是他拍了許之強之後 我才知道 原來台灣的法庭不是長這樣 那許之強會跟我講說 欸 你知道我以前 檢察官甚至於不會出庭 然後或者他出庭之後 他可能會講說 如書狀所長 當然 他有一些省裡面 有些檢察官比較特別 那個小故事就算了 可是 問題有 你看我們在書寫角色 書寫角色的時候 我靠 檢察官這邊我幾乎沒辦法書寫 因為那邊超one dimension 他不是密體化的一個人 就是 然後他有不同階段對不對 然後八九月份的時候 就要換一票了 這個邪惡的平衡就是這樣造成的嘛 就是每個人都插一卡 那你要怎麼去描寫 那邊很難描寫 可是他在做虛 就是惡武在做虛構的時候 他至少把 這一塊 那個為什麼要 那個為什麼會寫錯案子的 那個角色喔 他把它立體化 而且用有趣的 角色帶來 那這是我完全辦不到的 我在這方面是 在計時的過程中是非常貧乏 可是他就 他就用了設計的超多角色 然後帶進去 那我做我一次經驗的時候 是第一天看完正信哲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靠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幹 就是 你知道第一篇 他是用一個文學大師 一開始的時候 不能講 不能講太多 可是總之 總之後面有東西 我一定要講 我一個東西一定要講 就是這個 這個文學大師 他就是 他就是弄了一個故事嘛 然後就寫錯了 然後鬼就來糾正他這樣 反正糾正糾正 糾正到最後呢 這個文學大師 在裡面講了一句話 他說 他說 我覺得我好像真正救了一個人 我看到那句話的時候 我幹嗎 真的是被打到 你知道嗎 你們知道正信哲的暗示 為什麼會開啟在什麼 有人知道 有人知道可以舉手 正信哲知道是不是 你要不要講一下 你真的要講一下嗎 喔 要嗎 要什麼 你要講一下嗎 你要講一下嗎 好 好了好了 就是 正信哲哲是有一位檢察官提出財神的 你知道嗎 那個 我知道正信哲哲的暗示 然後再看到這個小說的呼應的時候 我覺得 哇 怎麼可以結合得這麼好 就是 他虛構的裡面的那個文學大師 然後去修補了這些東西 然後 他認為 他不只是做 救了一個 虛構的 那個 故事裡面 他是他真正救了一個 我覺得那個 那個感受 我在看完第一片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就被打到 因為他做了一個 我很難做到 就我們就計時的 手法來講 我很難做到的 一件事情 而且又跟現實的一些東西 理路 理的 就是 很好 這是 這是我那時候看完第一片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貼 所以我就 哇 一點害怕看了 最後才知道那個阿葵 是誰 可是我不能跟你們講 你們沒有忙 就不會知道 好 那我先講到這邊 好 非常好 我想現在是9點 然後我讓 Wolf用5分鐘的時間 我覺得剛才 他們男人說的 如果你有想要回應的話 你可以回應 然後我會留一些時間 就大家現在可以開始想 就是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開始醞釀 因為我很害怕 等一下我們說 大家有沒有問題的時候 然後都沒有人有問題 所以我讓你先5分鐘 回應他們兩位 對你的 這本書的一些想法 然後等一下就會把 那個麥克風交給大家 好 感謝各位的意見 其實我跟小季聊過幾次 讓我們對彼此的作品 他有一些不同的想像 其實我覺得 剛剛小季提到的那個東西 就是 那是虛構裡面可以做的一些 創作 那當然做得熟不熟 然後可以有多少 現實的東西可以加進來 在裡面再做轉換 那就看 真的看狀況 因為像 故事裡面有一篇叫做 英雄們 就是剛剛提到的警察的兒子 警察兒子為主角的那一篇 那一篇其實 故事發生的 場景在一個醫院裡面 然後跟故事後面有一個小插序 那個都跟現實是 互相對應的 那就是 現實裡面給的靈感 那 但是我覺得虛構的趣味在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聚焦的那些東西 比如說有問題的 審判過程 或者是有問題的證據解讀 或是誤信了 或者是 也不是誤信了 就是為了要趕快破案 所以才信了 不該有的 公辦的公詞之類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的那個東西 它可以比較利用虛構的方式去聚焦它 其他的東西可以用 創作的方法補起來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去訪問到 當事人沒有辦法去取得 就是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做 真正的評論調查 但是可以利用 創作的技法把它補起來 但是 紀錄片那邊其實有更多 我認為更紮實的 然後更 更 更刻苦的 所以我那天看紀錄片的時候 聽到他花多少錢在做這個東西 就說沒有 真的太困難 然後 更 沒有辦法做假的方法去 雖然我剛剛有提到說 這是 導演從他的腳步看出來的 他的版本的現實 但是我 因為裡面理論上是不能有 虛構的 虛構的部分 那這個東西對於 事實的研究 對於 討論的進展 其實更有幫助 我覺得這兩個東西 會有更屬於 不同的 類似剛剛小雞提到的那種 就是 先看劇情片 覺得很受吸引 然後去看後面的 紀錄片 去看其他的資料 他有點像這樣的進程 就是 吸引人 跟 進去討論跟研究 跟進行對話 跟 更多的對話 應該是在不同的方向在做 就是彼此在互補 然後 今天律師其實 你讓我想到 我也是參加Face星期四的時候 那次你不在 但是 我那次去找是想要去問他 就是這個書裡面的某個案子的問題 然後 秋謹市律師是那次的主講人 然後因為 如果大家見過秋謹市律師的話 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就是 明明是很 很沉重的案子 但是他講的都會變很好笑 就是 對 我就 我的小說第一天有點說他的影響 因為我只要想到 他在講那個 槍傷的角度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他那天在台大 一面 往前彎 然後一面說 那個就是 你要胖的人會產生皺褶 就像我這樣 然後 我就想到這個畫面 我就想到這個畫面 然後 那天他們在講案子的時候 其實 有提到 比如說警察沒有辦法在 警察提了一個對被告不利的證據 但是他在庭上 沒有辦法把那個證物拿出來 那他這邊 對法官的說法就是這個證物 找不到 那我那時候聽的時候就非常訝異 在這個情況之下 照理說 那這個證據應該就不要被踩右嘛 他對最高不利 但是警察拿不出來應該不被採用 因為沒看到 那法官還是採用 那 再來是 那如果警察拿不出來 想像中 他應該要有某個 有罰則 或者是有某個懲處 或者是 他必須限你一個什麼時間制內 要把他交出來 不然就不能用之類的 那我就問 我現在找不到 然後 這怎麼辦 然後 我現在完全沒有任何的規矩 可以去管這件事情 好 那我聽的時候就覺得不對勁啊 我們該去修改那個 相關的法 調才對 然後思想非常有耐心的跟我說 我相信 警察不是故意拿不出來的 他們真的只是程序當中 可能把他忘記 放在某個 我相信這個東西 還在證物室的某個角落掌灰塵這樣 他就跟他可能 比如說造冊的時候 沒有寫清楚啦 然後他收了之後 沒有太用心之類的 我當下覺得這些人真是 非常好心腸的人 就是包括心體在內 就是 我認為他們的心腸不夠好 跟撐得不夠 就是沒有辦法做這些事 那 身為一個小說的創作者 我覺得我就是在我 能做的範圍之內去幫忙 幫一些忙 但是我會希望說 這樣的故事 或者是大家在日常當中 有其他的朋友 他們會覺得這些議題 沒有什麼興趣 但他們的故事是有興趣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 不見得是看我的書啦 但是 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 跟他們討論一下 就是 我相信故事有故事的理由 故事一直是一個人類 從原始社會進展到現在 重要的學習跟溝通的工具 那 有機會的話 就多跟大家聊一下這些東西 那 因為我們有趣的故事跟他們聊 會讓他們知道說 其實我們社會 有非常多需要大家 一起關注 然後一起幫忙的地方 好 謝謝 那 我現在開放現場給大家 不曉得有沒有人有提問 或著是